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第3天的30日 简单考习英语语法的挑战 每天花5分钟左右的时间 一起额补一下基本的英语法规则 事不宜事我们马上开始了 今天会和大家来看Singular and Plural Form的深入版 单数 幅数名词的进阶知识 规则我们头两天已经学了 来到今天第3天 我们得必留意某三类的名词 第一类 永远的幅数 有些英文名词永远都会以幅数格式来出现 通常这些东西都是成双成对出现的东西 例如刀刀刀 另外还有Pliers 钳 Spectacles 眼镜 还有褲子 你想想想 Trouses Jeans Shorts 这些你不会只穿一边的变态 所以他们永远都会幅数格式一双一双的出现 记得最后一定要加个S给他 第二类名词 你以为他可以数吗 其实它是不能数的名词 例如说 Apparatus 仪器 Equipment 设备 Furniture 价格 Lugage or Backage 行李 Stationary 文具 Rubbage 垃圾 Software 软件 Bread 面包 Food 食物 在我们学中文的概念里面 会觉得这些物件是可以幅数的 可以数它 有不同的食物 有一个食物 两个食物 但在英文里面 这些名词指的是整个大的类别 所以它是不能数的 类别是只有一个 但是如果你深入去看傢俱 例如桌子 椅子 你可以分别去数桌子 你可以去数桌子 还有Information 一些资讯 Knowledge 知识 Homework 功课 甚至连Advice 这些建议都不能数 如果真的要去数这类名词 那我们怎么数呢 我们就要在名词前面 加上合适的Quantifiers 两词去数它们 譬如说 剪刀 我们会说 A pair of scissors 一对的剪刀 Full 我们会数它一件件的 比如说 3 pieces of jeans 建议我们都可以用 a piece of 这个两词去数它 我们可以说 a piece of advice 新闻又是 a piece of news 第三类的名词 有加S和没有加S 是可以表达到不同的行业的 例如有食物 刚才说过 food是不可数的 但如果我们在后面 加到S 会变成food 我们想强调的 就是不同类别的食物 例如说 a variety of foods are provided in the wedding party 第二个例子 就是鱼 fish 它本身的单数价式和複数价式 一样都是fish 是不需要加ES 但是也有情况 我们会加ES在后面 变成fishes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就是想强调不同品种的语 比如说 there are plenty of fishes in the aquarium work 和works work 一般是不可数的 其实不可数的时候 意思是代表工作 但是当我们数它 加S在后面的时候 它代表作品 the works of this artist are very popular 我们指定的 就是一个艺术家 他的一些艺术品 people people本身已经是複数价值 代表一群人 但我们可以在people后面 再加S给他 那就是複数以上的複数 那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说people 想带出的含义就是 不同种族 或者来自不同国家的人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should learn to respect each other 下一个例子就是water 他在一般不可数的情况下 他的意思就是水 但我们也可以后面加S给他 叫waters 这个时候就代表不同水位 比如说 gambling is allowed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其中以上例子之外 还有height 高度 如果你加S在后面 height 指的就是一些很高的位置 很高的地方 confidence 没得数的时候 是解释信心 但我们可以在后面加S confidence 他的意思就会变成一些机密 最后一个字 experience 当他想指的是你一些技能 或者是一些你的经验 你的知识的时候 他没得数 只可以用experience 这个格式 但当他意思是想指一些体验 或者你经历过的事情 就可以数了 可以是以单数格式 experience存在 又或者是以複数格式 experience 去出现 今天我们就来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